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3月2日 中国驻屋大使馆发布撤离基辅相关事宜通知 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父母或子女 可一同乘车 外籍老丈人、丈母娘都可以跟随撤离 牛,这就是中国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 撤侨还能做到这么人性化 将以人为本贯彻始终 网红梅艾斯可以带着她的乌克兰老婆回国了 网上也在狂欢 而其中最出圈的一条 当属本人愿意免费收留乌克兰美女 选择来中国发展 无疑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 此前 一则3000名乌克兰航发技术人员 携带家属移民重庆的消息 近日在网上流传 该传言称 重庆市出资30亿元人民币 与乌克兰马达西级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组建天交航空集团 将有近3000名乌克兰技术人员 携带家属移民重庆 整个搬迁安家费用 预计17亿元人民币 众所周知 由于美国的搅局 该收购案已经陷入僵局 天交航空为此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提起了索赔金额为45亿美元的国际仲裁 不过正所谓留案花名又一村 按照现在的态势 未来美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将被肃清 马达西级收购案 能否借此扭转成功成为未知数 苏联解体 乌克兰继承了大约35%的军工产业 拥有制造洲际导弹 位于巴弗洛夫斯克州的南方机械制造厂 和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的 巴弗洛格勒机械制造厂 以及超级运输机的摇篮 位于基辅西郊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 最出名的就是能建造航母的 黑海造船厂和被誉为 动力沙皇的马达西级公司 我国引进的第一艘航母 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的 而D18T涡轮发动机 全球最大的涡轴发动机 D136 均出自于马达西级公司 面对乌克兰大量世界顶尖军工人才 世界各国纷纷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在招募乌克兰专业技术人才时 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 而且中方的目的性很强 紧盯国内最稀缺的军工领域和关键技术 当时韩国对乌克兰专家的优惠条件是 只要该专家联系韩国驻乌克兰使馆 就马上可以拿到签证和机票 韩国政府还会提供一个月的工资 大约是1500至2000美元 如果是知名专家则会提高到3000至4000美元 中国政府的招揽方法和韩国很类似 除了报酬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优势 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 大量苏联专家曾经在华工作 其中步伐乌克兰籍 正因为有了当年中苏蜜月期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所以中国专家们要么通过学术交流 要么通过个人友情 从乌克兰请到了大量顶尖专家来华工作 他们中有些还以个人身份转让了技术成果 刚开始中乌两国的技术交流层次比较低 规模也不大 后来随着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 乌克兰专家也开始大规模复华 中国对独连体乌克兰军工人才的招募非常重视 还将其列入了国家计划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中国启动了双影工程 双影工程专门引进来自独连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 其中重点地区就是乌克兰 国务院还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 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 专门用来表彰外国专家和他们为中国所做的贡献 各地方省份也紧随其后相继设立了不同的政府友谊奖 这段时间内 乌克兰籍专家奥坚科·波罗德梅尔 科瓦连科·阿诺阿夫·恰如克 都先后获得过国家级友谊奖 卡强·鲍威尔·尤利耶维奇则获得了江苏省友谊奖 以中国陕西为例 陕西省集中了很多中国的军工和航天企业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多名军工专家人才在陕西工作 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住房 并为其家属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 以免除其后顾之忧 相比俄罗斯 乌克兰专家更愿意去中国 来中国他们不会背上叛国的负担 而且还能很容易地返回故土 相反 如果从俄罗斯回国 则会受到较大制约 更重要的是 中国人没有排污情绪 更没有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 乌克兰人在中国不会产生少数族裔的压力 更不会受到打压和歧视 双影工程从毒联体国家引进了上万名专家 2000多个技术项目 其中来自乌克兰的专家和技术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绝对优势 大量来自乌克兰的专家都直接参与了中方的科研项目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伊密李千如曾在文章中说 仅2006年 国内邀请乌克兰科技专家学者复华 就达150批2000多人次 在瓦良格号的转让合作中 中方不但获得了完工接近65%的舰体 还获得了几十吨相关技术图纸 这对中乌军工合作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航母技术的另一大瓶颈 舰载机 中方也得到了乌克兰的支持 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苏33舰载机的原型T-10K 成为歼15研制成功的关键 乌方帮中国建造了舰载机地面训练系统 用于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 乌克兰还向中国出售了四套舰载机着舰阻拦锁 这也是航母关键技术之一 引进自乌克兰的DNDA80装备中华神盾舰后 其可靠性、可维护性、大修周期和寿命 都全面超越了乌克兰原装产品 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的 哈利德主战坦克的心脏柴油发动机 其技术来自乌克兰 中国最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猎鹰15的发动机 以及应用于高原的直升机发动机 二者也都来自乌克兰 中国曾希望从俄罗斯获得R-77空对空导弹的技术升级 但俄罗斯担心中国进行仿制 从而拒绝了中方要求 随后中方开始和乌克兰进行接触 并得到了基辅雷达厂生产的 阿加特半主动雷达导引头的改良版 这种导引头的性能和抗干扰能力 均优于俄罗斯同类产品 得益于乌克兰方面的支持 中国成功对R-77空空导弹进行了升级改造 并很快推出了具备超视距发射能力 多目标攻击能力 可以全天候作战的P-12中距空空导弹 中国还和乌克兰进行了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船的合作 采购了四艘 还有一些项目 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直接确认 但坊间也有推测 认为技术源头同样来自乌克兰 最常被提到的就是中华神盾的雷达系统 据公开报道 2001年解放军总装备部长曹刚川 曾专门造访乌克兰最大的几家军工企业 其中包括乌克兰量子科研研究所 及其配套的火花无线电设备厂 该所所长曾透露 量子所生产的卡什坦三型防空系统 有一半销往中国和韩国 特别是中国 在2008年奥运会后明显加大了 对该系统的订购 据美国国际战略评估中心消息 乌克兰开发的铠甲雷达具备反引伸能力 中国在引进铠甲雷达后 反引伸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也随即进入了快车道 回顾自1991年以来的中乌军工人才和技术交流 两国之所以能做到长期稳定的合作 最核心的原因是 中乌在现实利益战略利益方面 没有任何冲突 2015年乌克兰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随后停止了一切与俄罗斯的武器贸易 双方的武器交易额缩减了323万美元 但和中国展开积极密切的合作 仅一年后 乌克兰的武器贸易额就比之前增长了760万美元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乌克兰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 通过此平台 中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将越来越深 双方将继续加强在人才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尽管世界格局风云变换 但是中乌合作仍将本着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的原则继续发展下去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